郭主席,我想再次聲明對環保整體施政方針和方向感到失望 這個失望見到局長和多個前局長都不斷重複 基本上政府仍然缺乏勇氣面對挑戰,進行強制源頭分類 這個嚴誤給人一個很強的感覺,香港政府在環保政策方面是自閉的 除非有一些東西是對某些利益集團傾斜的 譬如你換車,那些車行或者那些車廂就發財去達 真真正正去幫到香港的環境的工作 很多時都是點綴性膚顯式,講就講到天下無敵 即是不斷講,即逐個政策講,一會又收玻璃瓶,一會又交袋 但是人家全世界很多城市在做的工作 香港政府仍然以蝸牛的步伐去進行 即是這個是令到香港那個環境不斷惡化 以及令到公帑是不斷浪費的 明明是資源可以分類處理,作為一個收入 你就要付錢賭到這個堆填區 即是很多就是政府在處理問題方面缺乏一個管治的意志 即是這個這樣的自閉式的工作模式 在這個環保來講,我都是香港人的恥 另外你看回政府說的施政 即是你看回政府的施政的綱領主席 施政綱領裡面,有很多事情根本都不是環保局的 有些是民政,有些是發展 就算他裡面所講做的事情 根本都很多是多年來已經計劃去做的 根本就了無新意 譬如很簡單講回這個 譬如這個1803頁 已完成啟德河概念設計比賽 說大哥,好心你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是吧? 即是將這些放在施政的綱領 即是給人有些是感到可笑的 還有這個都是發展局的,都不是你 講回這個空氣方面 主席,我真是很希望局長 有些意志做一些新的和小小好東西 多次,即是多年來已經有批評 就是說,當然你這個路邊的空氣 過去多年政府是做了不少工作 包括換這個車輛 的士也好,小巴也好 還有你轉其他新進的歐 即是這個歐盟也好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海陸空的空氣污染,你沒有統籌 沒有過的共同的指標 是吧? 某些地區近海的,就有些船隻的污染 有些地方近機場的,我多次跟你講 這個東沖,你都完全好像沒有拆過 這個飛機污染的,飛機航機那個 廢氣污染的問題 你會不會真是做一個全港的海陸空 合併的空氣污染指標 因為不同氣候,不同風向,不同時候 那個污染情況不同的 你不做一個合併的空氣指標的話 你很難了解到某些發展 譬如你將來,東沖是災難,告訴你 我預告給你聽,東沖將來是整個香港的 空氣災難區 但你沒有這個合併空氣指標,你是做不到這個問題 你會不會考慮去做呢? 哪位可以回答?局長 主席 主席 譬如說你講這個強制源頭分類 大家要明白呢,是要有一個過程 以及適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去做的 變成不能夠直接去比較 多謝主席 陳議員 好,我問你那個空氣污染會不會做過聯合指標 你覺得完全沒有這樣的需要? 你不懂,你都回去了解一下,研究一下問題 你們有少少常識都知道海陸空的污染 香港的海上污染,全隻噴出來的廢氣的污染 已經有專家指出,現在是其中一個香港主要的空氣污染的來源 你現在似乎好像真是自閉的,你有發覺你 你整個環保局,包括局長到處長,整班都是環保自閉症的,犯了 好了,副局長,你回應一下,好嗎? 回答,我們是有一個空氣質素指標 還有,我們還有一個叫Emission Inventory,一個清單 那個清單,看得很清楚,海陸空的一些排放 是去到什麼程度 所以,如果我們是要,所有這些排放源,我們都要去處理的話,我們是要不同的一些措施的 剛才我們亦都說了,這個海上船隻,還有車輛 好,就拿下...